埃龙、马斯克悟透了的50条认知偏差,看看你中了几条。 认知偏差是指我们在处理信息时,由于心理、情感或环境因素,导致我们的判断出现偏差。 这种偏差可能源于我们的直觉、经验、文化背景,甚至是我们对世界的预设观念。 埃龙、马斯克作为科技界的巨星,他的每一个推文都可能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在推特上列出的50种认知偏差。 揭示了即使是像他这样富有洞察力和创新精神的人,也难以完全避免这些偏差。 那么,这50种认知偏差究竟是什么? 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决策? 我们又如何避免或纠正这些偏差? 本书将深入解读马斯克在推特上列出的这50种认知偏差, 结合心理学、认知科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前沿研究成果, 为您详细解读这背后的科学原理。 文章因篇幅较长,将分为前后两期推送。 强烈建议收藏本文,特别提醒,稿件整理过程中。 搜集各类资料较为宽泛,若有不当之处, 各位看官可联系小编反馈。 文莫付小编微信二维码。 家好友提供原版高清图文, 01,基本归因错误,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当我们根据个性和性格来定义他人时, 可能会忽略情境因素对他们的行为和表现的影响。 例如,当看到一个成功的人取得了成就时, 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具有某种特殊的品质或能力, 而忽视了他们可能面临的机遇、资源和支持等因素。 同样的,当看到一个失败的人遭遇挫折时, 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缺乏能力或努力, 而忽视了他们可能面临的挑战、限制和障碍等因素。 当用情境因素为自己开脱时, 习惯于将责任归咎于外部因素, 而不是承认自己的行为和决策对结果的影响。 例如,当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时, 常常将原因归咎于环境、运气或其他人的行为。 而不是反思自己的行动和决策。 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和评估他人的行为和表现, 需要综合考虑个性因素和情境因素。 同时,也需要承认自己的责任和行动对结果的影响, 并努力改进自己的行为和决策。 02,自私的偏见selfish prejudice也称为自力偏差, 是指人们在解释自己行为和表现时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入能力、努力等, 而将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如环境、他人等。 这种偏见导致人们过度估计自己的能力和贡献, 而忽视他人的支持和帮助, 同时也可能导致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和不足。 例如,自私的偏见在许多情况下都可能存在, 例如在工作场所、社交场合、家庭关系等。 例如,当一个人在工作中取得成功时, 他可能会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 而忽视了团队合作、领导支持等外部因素的作用。 相反,当一个人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 他可能会将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 如任务难度、资源不足等, 而不是反思自己的表现和决策。 为了避免自私的偏见, 需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行为和表现。 同时,也应该尊重他人的贡献和努力, 承认自己的错误和不足。 03,组内偏爱group favoritism指个体在群体中 更倾向于偏爱和自己有相似背景, 价值观或经验的成员, 而不是其他群体成员。 这种偏袒可能会导致对圈内人的不公平对待 和对圈外人的歧视。 当人们偏袒同一个圈子的圈内人时, 可能会对他们持有更加积极的态度和评价, 而对圈外人持有更加消极或保守的态度和评价。 这种偏见可能导致人们忽略圈内人的缺点和不足, 同时也可能导致对圈外人的优点和贡献视而不见, 避免群体内偏袒的影响, 需要努力保持客观和公正的态度, 避免对圈内人和圈外人持有歧视性的偏见。 同时,尊重他人的贡献和价值, 并努力建立平等和包容的人际关系。 零四,从众效应则Bandwagon Effect指个体在群体中受到群体压力和影响, 而选择跟随大众的意见或行为的现象。 这种效应可能会导致个体放弃自己的观点或行为, 而跟随大众的选择以获得认同和安全感。 当一个观点, 时尚或信仰在群体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时, 这个观点, 时尚或信仰的影响力也会随之扩大。 这是因为个体在面对群体压力时, 往往会选择与大众保持一致, 以避免被孤立或受到排挤。 从众效应在许多情况下都可能发生, 例如在社交媒体上、消费市场上、政治运动中等。 例如,当一个社交媒体上的话题或趋势开始流行时, 越来越多的人会加入讨论或参与其中, 使得这个话题或趋势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虽然从众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个体适应社会环境, 但过度从众也可能导致个体失去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的能力。 所以,需要意识到从众效应的影响, 并努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 05.群体思维 Group Thinking只在一个群体中。 由于人们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励, 往往会做出不理智的决策或行为。 这种思维可能会导致群体过度自信, 互是风险,缺乏批判型思考和缺乏创造力。 在团队工作中,为了保持一致和和谐, 人们有时会倾向于避免提出异议或挑战现有的观点和做法。 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团队忽略不同的意见和观点, 从而做出不合理的决策。 为了避免群体思维的影响, 需要鼓励多元化的意见和观点, 并努力促进批判性思考和创造性思维。 同时,我们也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 并避免过度自信和忽视风险。 06,光环效应 The Halo Effect 只因为对一个人的某些特性的印象, 影响到对其其他特性的评价的现象。 例如,如果一个人被认为具有某种积极的特性, 我们可能会认为它在其他方面也很优秀。 相反,如果一个人被认为具有某种消极的特性, 我们可能会认为它在其他方面也很差劲。 这种效应可能会导致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产生偏差, 因为我们往往会根据对其某一特性的印象, 来推测其在其他方面的表现。 例如,在招聘过程中, 如果一个人在面试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我们可能会认为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候选人, 而忽略对其其他方面的考察。 为了避免光环效应的影响, 需要努力保持客观和理性的态度, 并避免对一个人的评价产生过度偏见。 应该充分了解一个人的背景、经历和能力, 并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估。 07,道德运奇Moral luck只因为一个结果的好坏, 而影响对其道德地位的评价的现象。 例如,如果一个人在某个道德困境中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并获得了好的结果, 我们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人。 相反,如果一个人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但遭到了不幸的结果, 我们可能会认为他的道德地位不高。 这种效应可能会导致人们对一个人的道德评价产生偏差, 因为我们往往会根据结果的好坏来评价其道德水平。 例如,在评价一个慈善组织的道德地位时, 我们可能会因为其筹集了大量的资金而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组织, 而忽略其筹款方式的合法性和透明度等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避免对一个人的道德评价产生过度偏见。 同时,也应该充分了解其行为和决策的背景, 动机和过程并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估。 -8,错误的共识 Rone Consensus指我们往往高估了其他人对我们观点的支持程度, 即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普遍被接受和认同的。 而实际上,持不同观点的人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多。 这种错误的共识可能会导致我们在与他人交流和沟通时产生误解和冲突。 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显然正确的, 而忽略其他人的不同意见, 从而导致沟通失败或者关系紧张。 为了避免错误的共识的影响, 需要保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尊重他人的不同观点, 并努力与他人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和交流。 同时,通过多元化的信息来源和社交媒体等途径, 了解不同人群的观点和看法, 以更全面地了解问题的各个方面。 09,知识的诅咒则科索ofknowledge指 当我们掌握了某种知识或技能后, 往往难以想象其他人可能不知道这种知识或技能的情况。 因此,当我们与他人交流时, 可能会默认认为其他人也具备我们所知道的知识或技能, 而忽略他们的困惑或疑问, 这种偏差会导致沟通障碍和误解。 我们可能会以自己的知识背景为标准来解释和阐述问题, 而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背景和认知水平。 例如,当我们向一个没有相关背景的人解释一个专业术语或概念时, 可能会因为过于简化而忽略一些重要的细节, 导致对方无法完全理解。 为了避免知识的诅咒的影响, 需要努力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并尝试以一种抑郁理解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 尊重他人的知识背景和认知水平, 并尽可能提供相关的解释和说明。 时聚光灯效应Potlight Effect指我们往往会高估别人对自己外表和行为的关注度, 即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外貌。 举止和言行举止是受到他人高度关注和评价的。 这种效应可能会导致我们在社交场合中感到焦虑和不安, 总是担心自己的外貌和行为会受到他人的非议和嘲笑。 这种焦虑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自信心和表现, 使我们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然而,实际上, 他人对我们的关注程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低。 人们往往更关注自己的事物和问题, 而不是过多地关注他人的外貌和行为。 所以, 往往可能会因为过度担心他人对自己的评价, 而忽视了自己的实际表现和成就。 为了避免聚光灯效应的影响, 需要努力保持自信和冷静。 不要过度担心他人对自己的评价, 而是应该更多关注自己的实际表现和成就。 十一, 可利用性启动法Availability。 Initiation method指人们在做决策时, 往往会根据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例子或信息来进行判断, 而不是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推理。 例如, 当我们要评估某个产品的质量时, 可能会根据第一个想到的例子或最近一次使用的经验来进行判断, 而不是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比较。 这种启发式可能会导致人们的决策出现偏差和错误, 往往会忽略其他可能的信息和例子, 而只关注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例子或信息。 例如, 在评估一个投资机会时, 我们可能会因为最近一次投资的失败而过于谨慎, 而忽略其他可能更有价值的投资机会。 为了避免可用性启发式的影响, 需要努力保持冷静和理性, 并对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比较。 同时, 我们也应该积极寻找和收集更多的信息和例子, 以帮助我们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和决策。 12.防御性归因Defensive Attribution指, 当人们在面对一个与自己相似的受害者时, 往往更少责怪受害者, 而是更容易将责任归咎于加害者。 相反, 如果受害者与自己经历不同, 人们可能会更容易责怪受害者。 这种心理现象可能是因为我们本能地想要保护自己, 避免将自己与负面的情境和人物联系起来。 因此, 当我们面对与自己相似的受害者时, 我们可能会更少责怪受害者, 而是更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加害者身上, 以减少自己的心理负担和焦虑。 然而, 防御归因也可能导致我们忽略了一些事实和真相, 或者对受害者产生偏见和歧视。 例如, 在某些社会中, 某些群体可能更容易受到歧视和攻击, 这可能与他们的种族、 性别、 社会地位等有关。 这种情况下, 如果只关注加害者的行为, 而忽略了受害者的背景和经历, 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歧视和偏见。 为了避免防御归因的影响, 一定要保持客观和理性的态度, 尝试从多个角度了解事实和真相, 尊重受害者的经历和感受, 并避免将其归咎于个人原因或弱点。 十三, 公正世界假说的Fair World Hypothesis是指, 人们倾向于相信世界是公正的, 极好事情会发生在好人身上, 而不好的事情则是因为个人有问题或有过错。 这种假说认为, 人们往往会将不公正的事件归咎于个人或其行为中的过错, 而不是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层面去思考问题的根源。 这种假说导致人们忽略社会不公和结构性问题, 而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人行为和道德评判上。 例如, 当一个社会中出现贫困、失业或不公正时,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由于个人的无能或不努力, 而不是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层面去思考问题的根源。 然而, 公正世界假说也可能会对某些人产生负面影响, 特别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或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 这些人可能会因为这种假说而感到被归咎和责备, 而不是得到应有的支持和帮助。 为了避免公正世界假说的影响, 要尝试从多个角度了解问题的根源。 同时, 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和福祉, 并努力推动社会公平和平等的实现。 十四, 朴素现代正义 Simple Modern Justice指个体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观察和看法是客观和准确的, 而其他人则是有偏见或不理性的。 这种倾向可能导致个体对他人的观点和看法缺乏理解和尊重, 同时也可能导致个体在决策和行为上出现偏差。 当我们相信自己的观察和看法是客观和准确的时候, 则会忽略其他人的观点和看法, 或者认为其他人的观点和看法是有偏见的或不准确的。 这种倾向将导致忽视其他人的意见和经验, 或者不愿意听取其他人的建议和指导, 从而错过一些有益的信息和资源, 或者在决策和行为上出现偏差。 为了避免天真的现实主义的影响, 要尊重他人的观点和看法, 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可能存在偏见或局限性, 积极寻求其他人的意见和建议。 十五, 天真的犬如主义 Simple Modern Justice犬如主义是一种对世界的看法, 认为自己能够看到事实真相, 而其他人则被自己的偏见和利益所蒙蔽。 这种看法可能导致对他人产生不信任和怀疑, 同时也可能让自己陷入孤立和片面的视角。 这种倾向可能会导致个体对他人的观点和看法过度怀疑和否定, 认为其他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看不到事实真相。 这可能会导致个体对他人的建议和指导持怀疑态度, 不愿意听取他人的意见, 同时也可能让自己陷入孤立和片面的视角。 为了避免这类偏差的影响, 要努力保持开放和理性的态度, 尊重他人的观点和看法, 也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可能存在局限性。 十六, 弗勒有效, 又名巴纳姆有效。 Fowler's effect Barnum's effect 指人们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 一般性的人格描述特别适合自己。 即使这种描述十分空洞, 这种现象是由于人们在认识自己时, 往往会将自身一些普通的特征, 喜好等归结为模糊的陈述, 并认为这些陈述十分符合自己的个性。 人们往往希望自己被理解和认可, 因此当听到一些模糊的, 一般性的描述时, 会不自觉地将它们与自己的特征相对应, 从而产生一种被特别关注和了解的感觉。 然而, 这种效应导致人们忽略自己的独特性和个性, 而过度关注一些普遍的特征和喜好。 在某些情况下, 这可能会导致人们忽略自己的真正需求和价值观, 从而做出不符合自己意愿的决策。 为了避免其影响, 需要保持清醒和理性的态度。 并尝试从多个角度了解自己。 同时, 也应该意识到自己的个性和需求是独特的, 不应该被一般性的描述所限制。 17. 邓宁克鲁格效应 Darney Kruger Effect 又称达克效应是一种认知偏差现象, 表现为能力欠缺的人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水平, 甚至达到自我认知严重不足的程度。 换句话说, 技能最差的人往往是那些最自信, 最自大的人, 而技能最高的人往往是那些最谦虚, 最谨慎的人。 这种效应的原因可能在于, 缺乏自信和技能的人更倾向于通过夸大自己的能力和成就, 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感, 而那些真正具备高技能的人则更了解自己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 因此更加谦虚和谨慎。 邓宁克鲁格效应在许多领域都有所体现, 例如在学术界、 管理界和日常生活中的决策制定等。 了解这种效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 认识自己和他人的能力水平, 并避免过度自信或过度自大索, 带来的负面影响。 18. 锚定效应 Effect是指人们在做决策时, 往往会过度依赖最初获得的信息及锚点, 而忽略其他相关因素。 例如, 在购买商品时, 如果商家先爆出一个高价, 然后逐渐降低价格, 消费者可能会因为最初的高价而认为商品很值钱, 最终以较高的价格购买。 人们往往认为最初获得的信息是更准确和可靠的, 因此在做决策时会过度依赖这些信息。 为了避免锚定效应的影响, 一定要思考和分析各种因素, 不要仅仅依赖最初获得的信息。 同时, 也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决策可能受到锚定效应的影响, 并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 19.自动化系统偏差 Automation System Deviation指人们在过度依赖自动化系统时, 可能会忽略自己的判断和直觉, 导致错误的决策。 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依赖各种自动化系统来完成各种任务, 如驾驶、金融投资等。 然而, 这种依赖可能导致人们忽略自己的判断和直觉, 从而在自动化系统出现故障或错误时, 无法及时发现并纠正。 一定要意识到自动化系统的局限性和潜在风险, 并定期进行评估和审查。 20.谷歌有效 又名数码健忘证 Google Effective Digital Amnesia指人们由于过度依赖搜索引擎, 导致记忆力下降。 容易忘记本来可以轻易查到的信息。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依赖搜索引擎来查找各种信息。 这种依赖可能导致人们对某些信息的记忆能力下降, 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词, 就能找到所需的信息。 当人们通过搜索引擎查找信息时, 他们通常只是快速浏览页面, 而没有深入理解和记忆这些信息。 这种快速浏览的方式可能导致人们对这些信息的记忆不深刻, 从而更容易忘记。 为了避免其影响, 要培养深度阅读和记忆的能力, 尝试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取和记忆信息, 例如通过阅读书籍与他人交流等。 21. 阻抗理论 Resistance Zuri是一种心理学理论, 探讨了当个体感受到外部限制或约束时, 会如何做出反应和抵抗。 该理论认为, 个体在面对限制或约束时, 会产生不愉快或不舒服的感觉, 从而采取某些行为来反抗或释放这种情绪。 根据阻抗理论, 个体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反抗限制, 例如拒绝合作、逃避责任、抵抗权威等。 这种反抗行为的原因可能包括保护个人自由、 维护自尊心、 追求自主权等。 阻抗理论在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心理学家可以利用该理论来理解个体的行为和情绪反应, 并采取适当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应对和释放压力和限制。 同时, 阻抗理论也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行为和情绪反应, 从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 22.确认偏差 Deviation指人们在处理信息时, 倾向于寻找、 记住那些与自己原有观点或期望相符的信息, 而忽略或遗忘与自己观点相悖的信息。 这种倾向可能会导致人们形成错误的信念或做出错误的决策。 人们的大脑在处理信息时, 会自动地将信息与已有的知识或信念进行匹配。 如果信息与原有观点相符, 就会被更容易地记住和处理。 这种认知过程有助于人们更快地理解和处理信息, 但也可能会导致人们忽略那些与自己观点相悖的信息, 从而形成错误的信念或做出错误的决策。 所以,平时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决策可能受到确认偏差的影响, 并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 23.逆火效应 Backfire Effect只当一个错误的信息被更正后, 反而会加深人们对错误信息的信任。 这种现象可能源于人们对自我认知的执着。 当新信息与原有的认知相悖时, 人们可能会产生抵触和怀疑, 甚至更坚信原有的错误认知。 逆火效应在许多领域都有所体现, 例如政治、宗教、医学等。 例如,在政治方面,一些错误的政治观念在被更正后, 反而会加深人们对这些观念的信任, 导致立场更加坚定。 在医学方面,一些错误的医疗信息被更正后, 可能会让人们更加相信这些错误信息, 从而影响人们的健康决策。 为了克服逆火效应的影响, 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决策可能受到逆火效应的影响, 并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 24.第三人称效应 指人们倾向于认为媒体对其他人产生的影响比对自己更大。 这种效应的原因可能在于, 人们往往认为自己具有更高的媒体素养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能够更好地辨别和过滤媒体信息, 因此媒体对自己产生的影响较小。 第三人称效应在许多领域都有所体现, 例如广告、新闻、社交媒体等。 这种效应会导致人们低估媒体对自己产生的影响, 从而更容易受到媒体信息的操控, 提高自己的媒体素养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学会辨别和过滤媒体信息, 从而更好地了解媒体对自己的影响, 避免因第三人称效应而导致的错误。 25.信念偏差 Belief Bias指人们在评估一个论点的说服力时, 不是根据论点所提供的证据或逻辑, 而是根据自己对该论点所持有的信念或预先设定的立场。 换句话说, 人们往往会根据自己已经相信的事情来评估论点的可信度, 而不是根据论点本身的质量。 信念偏差可能导致人们忽略或低估与自己信念相悖的证据或逻辑, 从而影响人们的判断和决策。 例如, 如果一个人坚信某个观点是正确的, 即使该观点的论证存在逻辑或证据上的缺陷, 他仍可能认为该观点是可信的。 要意识到自己的决策可能受到信念偏差的影响, 并积极寻找和接受与自己观点相悖的信息。 26. 可用性集联, Availability Cascade表现为 人们容易根据事情被公开讨论和重复提及的程度来判断其真实性。 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与人们的社交需求有关, 人们倾向于相信那些被广泛讨论和关注的事情, 因为这些事情被认为是重要的, 有价值的, 并且更容易融入社会。 可用性集联可能导致人们忽略或低估与自己观点相悖的信息或证据, 或者盲目追求流行和潮流。 例如,在社交媒体时代, 一些流行的话题或观点可能会被过度炒作和传播, 导致人们对其真实性产生过度信任, 而忽略了这些话题或观点可能存在的缺陷或问题。 27. 衰落主义 Deklinism是一种观念, 认为一个社会, 文化或文明正在走向衰落或已经进入衰落阶段。 这种观念通常认为过去是更好的时代, 而未来则是不断下滑的。 衰落主义的产生可能与人们对社会、 文化或文明变化的担忧和不安有关。 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文化或文明往往会发生变化, 而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一些人感到不安或失落。 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些变化代表着衰落而不是进步。 虽然衰落主义有是可能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但过度强调负面观点可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导致人们失去信心和希望。 相反, 我们应该意识到, 社会、 文化或文明的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其中既有衰落的一面, 也有进步的一面。 28. 现状偏见 Status-Crual Bias 是一种心理现象, 表现为人们倾向于保持现状, 即使面临更好的选择或变化时, 也不愿意改变。 这种偏见可能源于对未知的恐惧, 对变化的抵触, 对稳定性的追求等多种心理因素。 现状偏见在很多情境下都有所体现, 例如在个人生活中, 人们可能不愿意改变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 饮食习惯等。 在商业领域, 企业可能因为害怕风险而选择保持现状, 而不是寻求新的商机或变化。 现状偏见的存在可能会阻碍人们的成长和发展, 因为有时候变化是必要的, 而保持现状可能会导致措施更好的机会 或陷入舒适区,无法自拔。 29. 沉默成本谬误Sunk Cost Fallacy又名承诺升级, 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 表现为人们往往 因为已经投入的时间, 金钱或其他资源, 而倾向于继续投入, 即使面对失败的结果也不愿, 愿意放弃。 这种行为可能是由于对损失的厌恶, 或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而产生的。 例如个人生活中, 人们可能会因为已经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 学习某项技能或追求某个目标, 而选择继续坚持, 即使他们已经意识到, 这个决定可能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在商业领域, 企业可能会因为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时间, 开发某个产品或项目, 而在面临失败时, 选择继续追加投资, 而不是及时之损。 沉默成本谬误常常会导致人们做出错误的决策, 因为已经投入的资源并不应该成为影响未来决策的主要因素, 可以通过制定明确的计划和目标, 培养自己的决策能力和风险意识, 及时之损等方式来避免沉默成本谬误的影响。 30. 赌徒谬误 Gamblers Fallacy是一种错误的信念, 认为一个事件未来发生的可能性会受到过去事件的影响, 这种谬误通常基于对随机事件的误解, 认为随机事件的发生概率会受到之前事件的影响, 而实际上每个事件的发生概率是独立的。 赌徒谬误的常见例子是轮盘赌中的红黑选择, 认为如果之前连续出现几次红色, 下一次出现黑色的概率就会增加。 然而, 实际上每一次轮盘转动都是独立的, 之前的结果不会影响未来的结果。 除了轮盘赌的例子, 赌徒谬误也存在于其他情境中, 例如赌博、股票交易、彩票购买等。 许多人可能会根据过去的输赢或股票价格来预测未来的结果, 而忽略了随机事件的实际概率。 所以, 我们需要意识到随机事件的发生概率是独立的, 不受过去事件的影响。 在决策时, 我们应该基于概率和统计数据, 而不是基于对随机事件的误解或主观偏见。 31, 零风险偏差, Zero Risk Bias一种心理现象, 表现为人们往往更倾向于将某种小风险降低到零, 即使通过另一种选择可以降低整体风险。 这种偏差可能源于对风险的恐惧和不安, 以及对确定性和掌控感的追求。 例如, 在个人生活中, 人们可能会选择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来避免小风险, 而不是选择更有效的解决方案来降低整体风险。 在商业领域, 企业可能会因为追求零风险而放弃某些具有潜在高回报, 但同时也伴随较大风险的机会。 零风险偏差可能导致人们做出自优的决策。 因为过分关注降低小风险, 可能会忽略更重要的整体风险。 学会权衡不同风险的相对重要性, 可以有效规避此偏差带来的影响。 32框架效应 Framing Effect指人们对一个客观上相同问题的不同描述, 导致了不同的决策判断的现象。 这种效应的产生可能是因为不同的描述方式, 会激活人们不同的认知结构和心理模式, 从而影响人们的判断和决策。 例如, 在个人生活中, 人们可能会因为描述方式的不同而对同一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和决策。 在商业领域, 广告商可能会利用不同的框架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 在政治领域, 政客们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框架来争取选民的支持。 框架效应的存在提醒我们要意识到描述方式对决策的影响, 并尽可能地避免主观偏见和认知偏差。 为了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学会分析和比较不同框架下的信息和观点, 并寻求多角度的思维方式和观点。 33, 刻板印象stereotyping指人们对一个群体或类别的成员形成的概括和固定的看法, 并认为这些成员都具有相同的特征和行为方式。 这种看法通常没有基于对个体成员的了解和经验, 而是基于偏见、刻板印象或文化背景等因素。 在个人生活中, 人们可能会因为一个人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因素而对其产生刻板印象。 在商业领域, 人们可能会因为一个公司的产品或品牌而对其整体形象产生刻板印象。 在政治领域, 人们可能会因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 文化背景等因素而对其国民或居民产生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可能导致人们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 因为它忽略了每个个体成员的独特性和差异性。 为了克服刻板印象的影响, 应尽可能地了解和尊重每个个体成员的独特性。 34.外群体同质性偏差 Bias指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属的群体具有多样性, 而认为其他群体成员更具同质性, 即认为自己所在的群体内的成员各不相同。 而其他群体成员则具有相似特征的现象。 这种偏差的产生可能与人们对自身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有关, 也可能与人们对其他群体的了解和接触不足有关。 由于人们通常对自己所在的群体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接触, 因此能够注意到群体内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而对于其他群体, 由于缺乏了解和接触, 更容易将其成员视为单一的、 同质的。 外群体同质性偏差可能导致人们对于其他群体的偏见和刻板印象, 也可能阻碍跨群体的交流和理解, 因避免将其他群体成员视为单一的、 同质的。 而是认识到每个群体都有其独特的特征和价值。 通过增加跨群体的交流和合作, 培养多元文化意识和包容性, 提高对他人的关注和理解等方式来降低外群体同质性偏差的影响。 35. 权威偏见 Authority bias指人们对权威人物的观点和意见产生过度信任和尊重, 并倾向于接受其影响的现象。 这种偏见通常源于对权威的尊重和敬畏, 以及对专业知识和经验的认可。 权威偏见在许多情境中都有所体现, 例如在个人生活中, 人们可能会因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或知名人士的观点而改变自己的看法。 在商业领域, 企业可能会因为行业领导者的意见或推荐而做出决策。 在政治领域, 政府可能会因为国际组织的建议或压力而采取某些政策。 然而, 权威偏见并不总是正确的。 因为权威人物的观点和意见也可能存在错误或局限性, 应学会批判性的思考和评估权威的观点和意见。 通过寻求多角度的信息和观点, 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了解权威背后的利益和动机等方式来降低权威偏见的影响。 36、安慰剂效应 Placebo Effect 指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 即当我们相信某种治疗或干预措施会带来益处时, 它往往会带来一些积极的生理或心理变化。 这种效应的产生可能与我们的心理预期、 信念和期望有关。 3、安慰剂效应在许多医学和心理学实验中都有所体现。 例如在药物治疗、心理疗法等领域。 一些研究表明, 即使患者接受的是无效的治疗或安慰剂, 即没有实际疗效的治疗, 他们仍然可能会感受到一些改善或缓解症状的效果。 虽然安慰剂效应可以带来一些积极的生理和心理变化, 但需要注意的是, 它并不能替代真正的治疗或干预措施。 在医学领域, 只有经过严格测试和验证的治疗方法, 才能被认为是安全和有效的。 37、幸存者偏差 Survivorship Bias指一种常见的认知偏差, 即人们往往只关注幸存者或成功者的故事和经验, 而忽略那些未能幸存或失败者的经历。 这种偏差会导致人们对整体情况产生误判, 因为所看到的信息仅仅来自幸存者或成功者这一特定的群体, 而非整体。 例如, 在投资领域, 投资者往往只关注那些成功的投资案例, 而忽略那些失败的投资, 从而导致对投资风险的低估。 在创业领域, 创业者往往只看到成功的企业家和创业案例, 而忽略那些失败的企业和创业者, 从而导致对创业成功率的误判。 我们需要意识到它仅仅是一种信息选择性的偏差, 并不能代表整体情况。 在做出决策或评估情况时, 应尽可能地获取全面的信息, 包括失败者的经历和教训, 以做出更加明智和准确的判断。 38. 精神活动过速 Disregulation指一种心理状态。 其中个体的时间感知出现异常, 导致对时间流逝的感受和判断出现偏差。 这种情况可能影响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表现。 因为个体无法准确估计时间的长度或合理安排时间, 精神活动过速的原因可能包括创伤、吸毒、体力消耗等。 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大脑神经地质的不平衡, 从而影响时间感知的神经机制。 此外,精神活动过速可能与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有关。 因为这些情绪状态, 它也可能影响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和判断。 关于精神活动过速的确切原因和机制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未来研究可以通过脑成像技术, 神经生理学等方法深入探讨时间感知的神经机制, 以及精神活动过速与其他心理状态之间的关联。 这将有助于更好的理解这一现象, 并为个体提供更有效的应对策略。 -39锁碎法则又名字形车棚效应 Trivial rule一种心理现象, 表现为人们往往对锁碎的问题给予不成比例的重视, 同时避免面对复杂的问题。 这个概念最早由英国心理学家尼古拉斯·艾普雷、 尼克雷斯·艾普利和汤姆查福·汤士卡狗提出, 锁碎法则的产生可能与人们对问题的认知和处理难度有关。 对于锁碎的问题, 人们通常能够快速地给出答案或做出决策。 因为这些问题简单明了, 不需要深入思考或复杂的分析。 而对于复杂的问题, 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和解决。 因此人们可能会感到难以应对或缺乏信心。 例如, 在团队讨论中, 人们往往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讨论锁碎的问题, 而对真正重要和复杂的议题避而不谈。 这可能导致团队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 或者在解决锁碎问题上浪费资源和时间。 为了克服锁碎法则的影响, 需要学会识别和处理复杂的问题。 首先, 要意识到复杂问题的存在和重要性, 并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解决它们。 其次, 要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会如何将复杂问题分解为更小的部分, 并逐步解决。 此时蔡格尼克记忆效应在Garnic Effect一种记忆效应, 表现为人们更容易记住未完成的任务, 而非已经完成的任务。 这种现象由苏联心理学家Beta, Beta, 蔡格尼克在一项记忆实验中发现, 因此得名, 在蔡格尼克的实验中, 给予被试者22种不同的任务。 允许半数任务完成工作, 半数则在中途加以阻止。 不予完成。 结果发现, 未完成的任务平均被回忆起68%, 而完成的任务平均被回忆起43%, 这表明人们对于未完成任务的记忆 比已经完成任务的记忆保持得更好。 蔡格尼克记忆效应的原因可能与人们的心理驱动力有关, 人们天生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驱动力, 当事情尚未完成时, 这种驱动力促使人们持续关注并记住任务。 而当任务完成后, 这种驱动力得到满足, 人们对任务的关注度也随之降低。 这一现象在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 例如在广告营销中, 利用人们对未完成任务的关注来吸引顾客, 在时间管理中, 利用蔡格尼克效应来提高效率, 在日常生活中, 有效地利用蔡格尼克效应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集中注意力。 四一, 宜家效应, IKEA EFFECT指消费者对于自己参与组装, 搭建或创造的产品会产生更高的价值感和满意度。 这种心理现象最早由美国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 丹尼尔卡尼曼和艾伦克鲁格艾伦 B.Kruger提出, 并以瑞典家具巨头一家IKEA命名, 一家效应的产生主要源于人们对参与感和成就感的需求。 当消费者参与到产品的创造过程中, 他们会对产品产生更深的情感联系和归属感, 从而提高对产品价值的认知。 此外,参与创造过程还可以让消费者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和技能得到了发挥和认可, 从而增强自信心和满足感。 在营销领域, 一家效应被广泛应用于产品设计、销售策略和客户服务等方面。 许多企业鼓励消费者参与到产品的设计和定制过程中, 以满足个性化需求并提高品牌忠诚度。 例如,在一家的家居产品中, 很多产品都需要消费者自己动手组装。 这种参与过程不仅降低了成本, 还让消费者感受到了创造的乐趣和成就感。 然而, 一家效应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如果消费者参与创造的过程过于复杂或困难, 可能会导致挫败感和不满。 因此, 企业在应用一家效应时需要注意平衡消费者的参与程度 和产品的益用性, 以确保消费者能够获得积极的体验和感受。 42. 本富兰克林效应Ben Franklin Effect指当我们帮了别人一个忙之后, 更容易倾向于再帮他们一个忙。 这个效应的名称来源于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项实验。 他发现当他借给邻居一本书并要求对方归还时, 对方更有可能同意他的请求。 本富兰克林效应的原因可能与互惠原则有关。 人们通常认为, 当我们为别人做了一件事情后, 他们会有一种亏欠感, 因此更有可能回报我们的好意。 此外, 当我们与别人建立了某种联系或互动后, 更容易产生信任和亲近感。 这也促使我们更愿意帮助他们。 例如, 在销售中, 通过先为客户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或建议来建立信任关系, 再提出自己的销售请求。 在人际关系中, 通过主动帮助别人来建立良好的互动和联系。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过度使用本富兰克林效应可能会让人们感到被利用或被迫做出某种行为。 因此, 在使用这个效应时需要适度并考虑对方的感受, 确保是基于相互尊重和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互动关系。 43. 旁观者效应 Bistender Effect 指当有多个旁观者在场时, 个体更可能对受害者提供帮助的可能性降低。 这个现象最初在1964年由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姜·达利和比伯·拉塔内·比普在纽约市进行的一项实验中得到证实, 旁观者效应的产生可能与责任分散有关。 当只有一个旁观者在场时, 个体可能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受害者, 因为责任集中在自己身上。 但是, 当有多个旁观者在场时, 责任被分散到每个旁观者身上。 个体可能会认为其他人会提供帮助, 从而减少了自己提供帮助的可能性。 此外, 社会压力也可能影响个体是否提供帮助, 当周围的人都不采取行动时。 个体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行为不重要或不合适。 例如在紧急情况下, 如果周围有多个旁观者, 他们可能会因为责任分散和社会压力而不采取行动。 因此, 为了鼓励人们提供帮助, 社会应该鼓励个体勇于承担责任并减少社会压力的影响。 同时, 在组织中, 领导者也应该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和提供帮助, 以减少旁观者效应的影响。 44, 暗示感受性 Suggestability 个体指个体在接受暗示时, 容易受到他人观念、 情绪或行为的影响, 从而改变自己的认知、 情感或行为。 暗示感受性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中都存在, 但儿童由于认知和判断能力尚未完全成熟, 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 儿童在接受暗示时, 可能会将提问者建议的想法误认为是自己的记忆, 从而产生记忆错觉。 这种记忆错觉可能是由于儿童对信息的处理和理解能力有限, 难以区分真实记忆和他人建议的观念。 此外, 儿童也更容易受到周围环境和他人情绪的影响, 从而改变自己的情感状态或行为反应。 为了降低儿童受到暗示的影响, 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避免过度溺爱或过度保护, 让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培养自我意识和判断能力。 在与儿童交流时, 尽量使用简单、清晰的语言, 避免使用模糊或含糊的措辞。 在处理儿童的问题或纠纷时, 应该尽可能地了解事情的真相, 避免盲目相信或怀疑任何一方。 鼓励儿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和表达能力。 通过以上措施, 降低儿童受到暗示感受性的影响, 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和处理信息。 培养健康的心态和行为习惯。 45. 虚假记忆 False Memory指个体将虚构的情节 误认为是真实发生过的记忆。 这种现象通常是由于个体对某些信息的主观解读。 信息的模糊性或者记忆的扭曲等原因所导致的 虚假记忆的产生与多种因素有关。 一方面, 人们的记忆系统并不完美, 有时会将现实与想象混淆, 导致记忆失真。 另一方面, 人们的记忆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干扰, 如他人的观点或暗示。 这可能导致记忆的篡改或歪曲。 此外, 人们往往倾向于相信自己的记忆是准确的, 而忽视记忆中可能存在。 忽视记忆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或误差。 比如, 人们可能会将电影或小说的情节误认为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或者将梦境与现实混淆。 有时, 目击者证词也可能受到虚假记忆的影响, 导致对事件的错误描述或指认。 了解虚假记忆现象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记忆系统, 并提高对信息真实性的判断能力。 在司法领域, 虚假记忆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因此, 在教育和司法实践中, 应加强对虚假记忆的认识和防范, 以提高人们对事实的准确认识和判断能力。 46. 潜引记忆 Cryptomnesia指个体将真实的记忆误认为是虚构的或想象的记忆。 这种现象通常是由于个体对记忆的遗忘或混淆, 导致记忆的在线与真实情况存在偏差。 潜引记忆的产生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 一方面, 人们的记忆系统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干扰, 如他人的观点或暗示, 这可能导致记忆的篡改或歪曲。 另一方面, 人们可能会对自己的记忆产生遗忘或混淆, 导致将真实记忆误认为是虚构的。 此外, 有时人们在创作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将过去经历的情景, 人物或事件融入到虚构的故事中, 导致记忆的误判。 有时, 作家、 演员等创作者也可能会在创作过程中受到潜引记忆的影响, 导致作品中出现与真实经历相似的情节或人物。 了解潜引记忆现象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记忆系统, 并提高对信息真实性的判断能力。 在创作领域, 了解潜引记忆的影响有助于创作者更好地把握创作的灵感来源和真实性。 同时, 对于个体而言, 保持开放和审慎的态度, 对自己的记忆进行评估和验证, 也是减少潜引记忆影响的有效方法。 47. 剧类错觉 Clustering Illusion指个体在随机数据中错误的发现模式或剧类, 即认为随机分布的点之间存在某种结构或规律, 而实际上并不存在。 剧类错觉的产生往往是由于个体对数据的解释受到先入为主的观念或期望的影响, 而不是基于数据本身的分布和规律。 例如, 当随机抛制硬币得到一系列正面或反面结果时, 个体可能会错误地将这些结果解释为某种模式或规律, 认为硬币的抛制结果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 而实际上每一次抛制都是独立的随机事件。 了解剧类错觉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认知偏差, 并提高对数据真实性的判断能力, 避免过度解读数据或轻易地将随机事件解释为某种模式或规律。 同时, 对于决策者而言, 了解剧类错觉的影响有助于避免在数据分析中产生错误的结论, 从而做出更加科学和合理的决策。 48. 悲观偏见 Pessimism Bias指个体在评估未来事件或情境时, 倾向于高估不良结果的概率, 而低估积极结果的概率。 这种现象也被称为负面偏差或悲观主义倾向。 悲观偏见的原因可能与多种心理因素有关。 一方面, 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或风险时, 往往会关注负面信息或结果, 而对正面信息或结果是怀疑态度。 这种负面信息关注倾向可能导致个体对未来事件产生过度悲观的评价。 另一方面, 人们往往对自己的能力和控制力有限,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感到担忧, 因此更容易产生悲观偏见。 例如, 人们可能会过度担心健康问题、 经济状况、 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不利结果, 而忽视积极的可能性。 这种悲观偏见可能导致个体在面对挑战和机会时缺乏信心和勇气, 限制了个人发展和成长的可能性。 了解悲观偏见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思维方式, 并提高对未来事件真实概率的判断能力。 在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时, 个体可以尝试保持开放和平衡的态度, 关注正反两方面的信息, 并客观地评估不同结果的可能性。 此外, 培养乐观的心态和积极的应对方式也有助于减少悲观偏见的影响, 提高个体在面对挑战和机会时的适应性和韧性。 49. 乐观偏见Optimism Bias指个体在评估未来事件或情境时, 倾向于低估不良结果的概率。 而高估积极结果的概率, 这种现象也被称为正面偏差或盲目乐观主义倾向。 乐观偏见的原因可能与多种心理因素有关。 一方面, 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或风险时, 往往更关注积极的方面和好的结果, 而忽略负面因素和风险。 这种积极信息关注倾向可能导致个体对未来事件产生过度乐观的评价。 另一方面, 人们通常对自己的能力和控制力持有过高的信心, 认为自己能够掌控未来, 因此更容易产生乐观偏见。 例如, 人们可能会对个人发展, 职业前景, 投资收益等方面过于乐观, 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有可能获得好的结果。 这种乐观偏见可能导致个体 忽视潜在的风险和问题, 过度自信地做出决策, 从而面临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 在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时, 个体可以尝试保持理性和平衡的态度, 客观地评估不同结果的可能性。 此外, 培养风险意识和谨慎的思维方式 也有助于减少乐观偏见的影响, 提高个体在面对挑战和机会时的 适应性和稳健性。 五十偏见盲点, Bias Blind Spot指个体对自己存在的偏见 缺乏觉察和认知, 同时倾向于认为 别人比自己更容易出现偏见。 这种现象是由心理学家 尼尔·加布里埃尔·尼尔·格里特和 塔利·桑切斯·特莱·塞聂斯提出的概念。 偏见盲点产生的原因 可能与个体对自我认知的局限性 和自我辩解的倾向有关。 一方面, 人们往往对自己的思维和行为 持有高度的自信和自尊, 认为自己不受偏见的影响, 而忽视了自己可能存在的认知偏差。 另一方面, 人们更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和偏见, 而对自己的偏见缺乏觉察和反思。 这可能导致个体对他人的偏见程度 估计过高。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个体应该保持谦逊和开放的态度, 意识到自己可能存在的偏见, 并尝试从多个角度思考和评估问题。